来,我们恭喜爱猫将解说获得SS10赛季手册一个 双击点赞评论转发此视频 将有机会获得赛季手册哦 听说关注的小伙伴,中奖的几率更大 天有多高,居有多骚 好歹好,我是居居侠 视频开始之前呢,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游戏内最秀的一套装是什么吗? 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抠出来 如果没猜错的话 大家评论的应该都是黄金风衣吧 或者是黑药金珠 这两套衣服呢,在游戏内呢 也算是比较稀有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黄金风衣和黑药金珠获取的方式特别的难 一般都是一些大主播,知名主播 或者对游戏有着极大贡献的玩家才可以获得 我们普通人想获得,基本呢就是不可能的 你们在网上看到的大量的 什么获得黄金风衣的视频啊 什么千道领黄金风衣的视频啊 都是通过修改器或者美化包美化出来的 全部都是假的 那么还有一件衣服呢,就是这个师傅外套 上面有一个龙 在游戏内呢也是极为的稀有 因为你得带出12个20级的同地出师才可以获得 还有这个巡察员套装 首先你要获得巡察员的资格 然后巡察等级达到25级呢才可以获得 都是非常的费时间 也费力气 而且这些套装 就算你花钱也是买不到的 以上的套装呢都不算是特别的稀有 但是还有一件套装 比以上所有的套装都要稀有 而且全服呢仅此一件 那就是这个精益女神套装 全服呢只有一件 比黄金风衣还要稀有 听说是官方为一位玩家专属设计的 有幸呢我在微信区找到了这个玩家 并不是体验服 而是正式服 就这个套装 咋样酷不酷 那么视频前呢你知道这个套装是为谁而设计的吗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抠出来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哦对了 每天晚上八点 我都和几个牙哥组队掐机 到时候直播间不见不散哦 记得给我 点个关注 啊 カメ洪 啊 银行 感谢观看